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十度行传一章八节 刚才唱赞美的时候中间读的这个话语一样 十度行传一章八节 我们找到话语之后一起诵读一下 但圣灵将领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阿们 首先我们一起来指定祷告题目来祷告 为我们的担任牧师 他一周 我们要去为他做几种祷告 各位的定时祷告 随时祷告当中 真的要为我们担任牧师 做一周的几种祷告 为什么呢 就是今天明天 我们的牧师在参加着 全国的长老联合修炼会 有我们的担任牧师 能够在二三七五千种子宣教 救活Romant的事工当中 被神珍贵地去使用 每一天 真的愿神赐给我们牧师的武力充满 而且加钱给他绝对门徒 能够担当这些事工 希望大家不断地为我们担任牧师 做这珍贵的祷告 七月二日主日 然后到八日周六凌晨为止 就是本周二部礼拜结束之后 我们担任牧师就要出国去 大西洋要参加澳洲的集会 也要去指导Romant 而且也期待着重要的见面 希望大家在祷告当中 每一天都能够为我们的担任牧师 集中祷告 从下一周主日 七月二日 二部礼拜之后 就要出国 然后呢 七月八日凌晨的时候 才会回到韩国 愿担任牧师所有的脚步当中 能够在澳洲 遇到珍贵的Romant 遇到珍贵的门徒 担当神所让他负责的事工 希望大家能够集中的 为我们的牧师做祷告 本周主日 礼拜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收割节 收割感恩节 神在旷野当中 也彻底地 引导了以色列百姓 就像这个一样 神对我们的所有的脚步 依然在引导 我们有秋收感恩节 通过这一年当中 前半年 神对我们的收割感恩节的 引导我们祷告 礼拜当中蒙受圣灵的引导 五旬节的祝福 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样的礼拜 第三个祷告题目就是 世界圆满特领袖大会 要在我们教会进行 主题是守望者的望楼 7月27日到29日 要在我们汉纳教会进行 非常重要的世界领袖大会 传达牧师的柳光珠牧师 还有全世界的圆满特 都会聚集在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 要以赞美 还有各样的工作人员 去做服事 神在全世界 人们被救火的事情上 使用了我们的教会 真的我们持定 守望者的望楼这个主题 不断地为大会去祷告 8月1日到8月3日为止 要进行世界圆满特大会 8月4日的时候 周五要在大秋的一个会馆当中 全世界的人们的欢聚一堂 唱赞美 我们也在那个时间 要去听到祷告者的告白 传道者的告白 能够为这样的事工去服事的 汉纳教会是非常被神祝福的 为了这个事工 去做一切服事的教会 还有各位 还有我们的软满特 我们的长老 我们的教母人员 各个成员能够被使用 真的是救火世界的事工 世界领袖大会 还有世界软满特大会 希望大家不断地为这两个大会去祷告 今天 明天 两天 我们教会的长老都在参加 有全国长老修炼会 今天 明天 两天 在普通举行 我们珍贵的长老 种植者 今天 明天 两天 拿着重要的话语 能够担当 二三七五千种族世界福音化 成为珍贵的应允的修炼会 也愿大家为传达话语的柳牧师 去祷告 第五个祷告题目 我们教会当中 有很多面临困难的圣徒 临绕当中面临很多困难的圣徒 愿各位今天持定 十足新传一章八节的话语 享受成为证人的祝福 愿我们一同为他们祷告 愿通过这样的人 能够成就世界福音化 希望大家做祷告 从今天开始真的拜托各位 不断地为我们担任牧师去祷告 下一周 他要在澳洲的一周的行程当中 愿他能够享受重要的应允 希望大家每一天的定时祷告 随时祷告当中 为我们的牧师祷告 武力充满能够担当重要的事工 希望大家真心去祷告 今天我们看了十足新传一章八节 以这一段圣经话语分享的题目叫做 二三七门徒 序论 我和各位当然要成为真门徒 对吧 跟随话语 永远持定福音前行 不消失福音 这福音正确地告诉我们的后代 传达给后代 并且能够享受成为应允 我和各位是真门徒 今天的女十一传道会 她们后背贴的这些国家 不仅如此 而是能够救过二三七国家的门徒 还有通过今天给我们所唱的 这个特别赞美的诗歌班一样 真的愿我们都能够享受 救过二三七国家的珍贵应允 如果我们是真门徒的话 我们真的要持听重要的信息 我们做了三九三的祷告 而且我们也享受着这里面所讲的十五个应允 对我而言 非常感谢的就是 我和各位能够拿着重要的祷告题目 一起 而且就是全世界拥有福音的教会 圣门徒 种植者 教母人员 一起拿着一个祷告题目 可以祷告的这个本身 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应允 三九三的应允 圣父神 以创造的话语 拿着创造的话语 我们是拿着这样的部分在祷告 圣灵神 我们通过耶稣基督 结束诅咒 灾殃 享受救世的祝福 我们会享受这样的祷告 而且我们的圣灵神 我们是没有力量的 但是呢 能够做世界福音化的能力 神通过圣灵神约定给我们这一切 三九三的三是什么呢 圣父 圣子 圣灵神 持这样重要的信息做着祷告 那么九就是宝座的祝福 享受这一点 世上的人无法清楚的 天上宝座的祝福 我们是享受这个祝福 这是神的国 而且我们拥有超越时空的 惊人的祝福 你们祷告的时候 超越时空的能力 神的能力就会临到你们 我们无法二十四小时 跟我们的子女在一起 我们的后代 没有办法二十四小时 跟我和各位同在 对吧 但是 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后代 二十四时去祷告 这是祷告啊 这祷告的祝福 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一点 还有是什么呢 我们能够走到二三七国家地级 享受这个应允去祷告 这是享受宝座祝福的重要应允 还有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的信息 神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我们 正因如此 我和各位享受这样的生命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的生命 我们是享受这样的生命 而且创世纪二章七节 给他吹了一口声气 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 这才是人 与人同在 与神同在 这才叫做人 这个就是 有灵魂的祝福 是上世纪二章七节 我们的生活就像 创世纪二章一到 二章十七到十八节的内容一样 我们的生活本身 就能够享受伊甸园的祝福 这三点就是我们重要的应允 也是我们生命的部分 我们是做着这样的祷告 而且神赐给了我们空前 绝后的应允 首先赐给了我 神已经把这空前绝后的应允 赐给了我 还有我们的教会 哈拿教会 神也赐给了空前绝后的应允 我们是享受这一点 而且我和各位 还有学习的 Ramont在产业现场的 重要的 种植者 都能够享受 空前绝后的应允 这就是九个祷告 三就是救活三个时代 过去 今天 未来 这个要成为我们的祷告题目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要知道 这些祷告当中 有一切的部分 举个例子说 我们为我们的担任牧师祷告 圣三物体的神与他同在 愿他所去的脚步当中 能够兴起二三七的宣教 Ramont 兴起门徒 而且在澳洲 能够兴起重要的见面 愿赐给他空前绝后的应允 假如说我们在这个 要为我们的担任牧师祷告的时候 就是说 这些所有的祷告题目 都包含在里面了 我们又说 为收割节去祷告 对吧 神赐给了我们非常惊人的 五旬节的祝福 这是神的能力赐给我们的 虽然我软弱 我艰难 没有力量 但是神请你许可 我圣灵的能力 五旬节的圣灵充满 请神去许可给我们的时候 这也就是393的祷告内容 对吧 全世界的Ramont领袖 而且还为这个大会去祷告 这也是在393祷告当中的祷告题目 现在全国的长老都聚在一起 在领受着重要的话语 通过我们的长老 237 医治 顶峰 远蒙到这样的应语 我们为此去祷告的时候 这一期祷告题目都是互相关联在一起的 现在各位圣徒 当中有的人也许在医院 有的人因为精神问题 肉身问题 面临很多的困难 但是呢 这些其实也是包含在393的祷告题目当中 以前的时候 我们祷告 我们拿着很多的祷告题目去祷告 但是现在呢 我们的流向改变了 我们在393的这个祷告流向当中 有一切的祷告题目 神赐给的祷告题目 我们要拿这个去祷告才可以 所以各位不是抓住祷告题目去祷告 而是393的祷告当中 把所有的祷告题目已经包含在这里面了 我们好好地去查看的时候就发现 我们所有的祷告题目当中 都是393的祷告 正确的话语应许流向 我们是行走在这里面 愿各位能够享受这样的祷告应允 第二个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蒙受光的经济祝福 对吧 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做二三七世界福音化 愿神赐给我们光的经济 要做二三七世界福音化 在393的祷告当中也包含着这一部分 各位一定要蒙到光的经济祝福 当然也会得到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要做二三七世界福音化 我们要做我们地区的福音化 而且通过我们教会神要成就世界福音化 各位在现场当中持续神的约定 在393的祷告里面 这一切都会成就光的经济 神必定会赐给 你们用阿门来接受就行了 因为在393的祷告当中 还有我们要改变光的文化 光的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打开周末三二联修的时代 通过我们的软门祂 真的能够打开周末三二联修的时代 这是光的文化 是成就这个文化 所以我和各位呢 如果是真门徒的话 在393的祷告当中 要有所有的祷告题目才行 现在我们的圣徒 当然你们肯定不会再做 地上的肉身性的祷告 对吧 相信你们不会去做 成就我自己心愿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题目都改变了 我们听话语的时候 刻印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题目全部都改变了 换一句话来说 就是我们的水准变得特别的高了 别的教会的时候 真的我们会觉得 看我们的话会吓一跳 实际上我听了很多的 幼儿的这些赞美 我们团体的小孩子的这个赞美 普通教会的圣徒看到这个赞美 都会受很多的感动 为什么受感动啊 他们就想 啊 这个是孩子们唱着赞美吗 他们会提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赞美当中有信息 而且包含着393的祷告 是有力量的 是有能力的 我们所献的赞美是力量 就是能力 为什么 因为里面包含着393的祷告内容 从这里面所出来的所有祷告题目 还有光的经济 我们要恢复 为了二三七福音化 愿我们的教会能够做二三七的福音化 恢复光的经济 通过周末三日联修的时代 改变文化 改变我们整个地区 我去一个地区做这个话语分享马可龙 十多年前的时候去那里 想要做传道营的时候 想这个地区就是特别贫穷的一个地区 感觉房子都要倒了 但是现在去看看那个地区 真的让我们吓一跳 文化完全改变了 文化完全改变了 然后发现真的就是这一点 我们的Remment 去到完全死亡的城市 私角地带 灾阳地区 去我们后代去了那里改变文化 这个就叫做光的文化恢复 现在我们受着这样的训练 就是通过周末三日联修的这样的训练 愿我们的后代能够成就光的文化 所以我和各位是通过三九三的祭祥的祭祥的文化 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 有门徒 让我们去万民中 因为有门徒 所以让我们去万民二三七国家 所有的民族 我们的教会是二三七的教会 Remment也是 有很多二三七国家的门徒 有多民族 TCK 今天我们的女士一传道会 她们也上了这样的赞美 是二三七 我们教会还有各位 与二三七是一致的 今天我们说了 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 我们是与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一致的 我们是要去到万民当中 是要去救活万民的 所以 神约定常常与我们同在 担任牧师下一周要去澳洲 做重要的集会 Remment大会有这样的集会 在澳洲开的集会 我们担任牧师想象的这个应允 就是我们的应允 也是我们教会的应允 所以就不断地越来越大 像二三七在扩大 我们牧师他去的地方 但是是我们教会的应允 对于我而言也是应允 真的我特别抱歉的 我没有去到这个地方 但是牧师享受的那个部分 我们是通过祷告一起在享受 我们教会还有我自己 我们一起同时在享受这样的应允 这个话语 重要的话语在成就着 这是传道 这是宣教 马可福音16章15到20节 医治 让我们往普天下去 以耶稣的名作医治 马可福音16章15节 就是这个话语 要去医治所有的民族 要去医治所有的民族 甚至于说 要奉耶稣的民去赶鬼 各位 你们所去的地方 去赶鬼的祝福 全比 你们拥有这一点 鬼神的文化 完全改变为神国的文化 神要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 赐给我们这样的使命 而且 你们按手 在这些患病的人身上的时候 他就会得医治 今天我有一个去医院做探访的事工 每去一个地方我就祷告 愿神医治 我不是单纯的祷告医治 而是在393当中的医治 拿着393的祷告享受的医治 愿今天在这个医院当中 能够集中话语 集中祷告 集中传道成为这样珍贵的时间 而且在医院的时间当中 没有办法做393祷告的 种族时间 愿在医院当中 能够成为恢复着珍贵的时间 享受应遇 这属是医治 所以我们的耶稣 告诉我们 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 行做一切的医治 所以约定要赐给我们 惊人无比的权柄 我们拥有这样的权柄 奉耶稣的名 我们就能够赶鬼 分明已经赐给我们了权柄 史诸行传一章八节 我们今天读的本文话语 直到地级 主告诉我们要去到地级 为什么呀 因为约定赐给我们能力 不是我们的能力 是圣灵神的能力 直到地级 通过我们的牧师 去到澳洲 14个国家 去救火整体 重要的地级 愿他走到那里 所以愿神更加加倍 赐给我们牧师的能力 重要的见面 重要的祝福 重要的话语 祷告 宣教 愿神能够赐给他去享受 这是地级 神约定要赐给能力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了 我没有任何的力量 只要相信就可以了 贫穷 医治 得 无能力 医治就行 是吧 贫穷得医治 疾病得医治 在393的祷告当中 我的贫穷 无能 疾病 得医治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是有天国的盼望 我们有宝座的祝福啊 这一周 我们有一位长老 归天家了 我们的长老 在传道宣教 为后代的施工当中 成就了很多神国的事 归到了天家 当然肉身得医治 通过很多的 各样人生当中 成为证人的话 这当然也可能 会有使神的计划 但是 在神的绝对主权当中 在我们人生 最后的部分 引导我们去天国 这也是神的绝对主权 对吧 这就是宝座的祝福 神赐给我们 这样的约定 所以不要担心 瞬间我们可能会贫穷 瞬间我们可能会困难 瞬间我们可能会陷入 无能当中 只是被骗了 不是这样的 神是约定要赐给我们能力 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说英语的人 但是 我体验过圣灵的能力 是怎么样体验的呢 因为听了很多的赞美 突然就有创造的光临到了 就是让我刺眼的程度 发现就是我的寝室 它把窗帘突然打开了 我以为是创造的光临到了 但是发现就是 当时我是听赞美在祷告嘛 然后他突然就把窗帘打开了 但瞬间我特别的感谢 特别的高兴 赞美其实就是祷告 赞美的人就是祷告的人 不是说唱得好不好 赞美的本身就是祷告 但是真的就是这么神奇 就是能力 对于唱赞美的人 他是有能力的 是有力量的 保罗被关在牢房当中 但是他在牢房里面献了赞美 大卫非常的困难 太困难 但是他唱赞美了 韩国的朱吉哲牧师 在牢房当中的困难 还有死亡的这些恐怖 他怎么能够胜过 是赞美 持听话语 祷告 献上赞美的时候 分明神的能力就会临到 所以各位英语也不用担心 为了二三七福音话 你们去祷告的时候 神会让你们说英语说得好的 只有相信的人才会说阿门的 你们相信的人就说阿门吧 我是相信 我们的Ramut 他们很多时候担心学习 对吧 没有必要担心 只要蒙到神的能力就行 蒙到神的能力就可以了 神约定的要赐给的 对吧 二三七福音话 为了这个 愿各位蒙受这个使命 且享受使命 本论第二点 我们要成为初代教会 马可罗教会一样 我们不是普通的教会 是马可罗教会 初代教会 我们要成为这样的教会 换一句话就是 我们要成为神心愿的教会 十字行传二章九到十一节 打开十五个国家的门 通过这些国家 神必定会赐给我们真的门徒 而且我们教会 兴起这样的门徒 也会去到十五个国家 救火他们 这就是我们 要享受的祝福和应允 我们哈纳教会 是很伟大的教会 不是因为我们很伟大 所以伟大 而是我们持定应许 享受着马可罗教会 和初代教会的应允 真因如此 我们的担任牧师 下一周要去的 二三七国家 做这样的事工 所以我们通过祷告 与他同行就可以 只要相信 超越时空的能力就可以 初代教会 马可罗教会 领导我们的教会 我们是要享受 这样的应允 还有十六行传 三章一到十二节当中 血体的人站起来了 这个瘸子是所有人都认识的瘸子 所有人都认识这个瘸子 通过这个瘸子 神要赐给真一致的应允 如同奇迹的事工 神会把这个应允赐给我们教会 十六行传三章当中 重要的证人祝福 神约定要赐给我们 还有十六行传八章四到八节 全部都是在疾病当中的时代 全部都在患病当中 全部都患病了 连老的孩子 全部都生病了 离开神的这个状态 全部都是属灵的疾病 精神性的 肉体性的 全世界因为这个疾病被覆盖 诅咒灾样不断地发生 韩国也因为这个梅雨季节 怎么样呢 然后下了这样大的雨 所以房子被浇了 车也被淹没了 你们想想看 摩亚时代 这个洪水事件是怎么样对吧 这是事实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啊 离开神的人的属灵状态 就是这样 全部在疾病当中 所以我们是做医治的人 被神呼召了 我们拿着这样的应允前行 还有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 虽然曾经是逼迫的人 但是却成为救活全世界的传道者 神会赐给我们这样的门徒 因为我们要享受这个应允 我们的教会是神所心愿的教会 我们是按照圣经的话语前行 在这样一名当中的哈纳教会 所以我们教会是特别蒙祝福的教会 教会的种植者 教母人员 都是蒙祝福的人 是做世界福音画 二三期福音画 向着澳洲要去被派遣的 谁都不说阿门是吧 我们的阿门是要被派遣到澳洲的阿门 做宣教士的阿门 我们教会是享受这些应允的教会 所以我们的种植者呢 是能够去派遣阿门去澳洲的种植者 所以神必定会恢复光的经济 神一定会祝福 如果我的私欲和我的动机 神绝对不会赐给的 因为这是假的 对吧 我们绝对是真的 我们是393的祷告当中享受这一切 是按照圣经的话语 还有始卒行传 十一章十九节 我们来看一下 就算有再多的逼迫 宣教的安提亚教会 却被神选中了 这就是我们教会一样 我们教会是因为宣教 而被建立起来的教会 是能够担当宣教的教会 直到主来临那一日为止 神看到我们所有教会的圣徒 有人们的说 你真的是做一切宣教 如此美好的来到我主面前的 有人们的圣徒啊 神会这样对我们的教会 给我们的圣徒和人们的说这样的话 这就是安提亚教会 无论有任何的逼迫困难兴起 但是必定要去做宣教的教会 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 而且呢 罗马书十六章当中 通过所有这些门徒 去做世界福音化 我们的教会就是 做这样福音化的教会 无论任何的强大国家 我们是通过宣教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 汉纳教会 这是神所心愿的教会 不是人打造的教会 而是神心愿的教会 我们是享受这个祝福 本论第三点 我和各位 你要成为如同保罗一样的门徒 我和各位就是保罗 我软弱 虽然不足 但是我却是保罗 而且神呼召我为保罗 神是这样呼召了我们的教会 你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后代人们就是这样被呼召的 真因如此 保罗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呢 蒙受圣灵的引导 保罗所去的每一个地方都祷告了 为了蒙受圣灵的引导而祷告 去到牢房的时候 也是通过赞美献上了祷告 困难 艰难 郁闷 抑郁 唱赞美 赞美的力量就是祷告的力量 那么神就会赐给能力 所以神允许我们唱赞美 献上很多赞美的人 他们真的是祷告的人 是有能力的人 他们是蒙受从上面而来的力量 是蒙受圣灵的引导 保罗知道这一点 还有就是你们非常清楚的使徒行传 十三章十六章十九章里面的内容 地球是全部需要蒙受医治的地方 全部都是要得医治的 全世界就是这样 都要去得医治 巫术 巫术 法术 被鬼附 偶像 诅咒灾阳 充满的地球 神呼召了保罗去做医治 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 真的太感谢 像保罗一样的教会 十六行传十七章 十八章 十九章 里面也有这样的内容 去到会堂当中 我们是为了后代的教会 培养后代之后去天国才可以 如果你没有办法培养后代 结果就是错误的 我们上一周的讲台话 也讲了这个部分 本周讲台话也是一样 说了 我们要向后代传达 应许的接力棒 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使命 保罗在十七章 十八章 十九章里面 完全进入会堂当中 救活了后代 享受这应允的 我和教会 都要成为这样的部分才可以 所以各位一定要有力量 你们有力量才行 要有实力 Ramantz真的要有实力才行 如果有实力的话 你们是跟不信者所说的实力不一样 你们是从属灵顶峰当中出来的实力 那么不信者是无法跟你对比的 不信者 他们会说什么呢 啊 事实啊 但是我们是怎么样呢 是属灵的事实 属灵的科学 我们是超越时空的能力 宝座的祝福 如果我们语言不好 愿神赐给我们语言的祝福 能够为救活二三七国家 神必定会赐给 你们只要阿门就行 只要相信人 他就会蒙受这一点 不相信的话 当然就没有必要了 为了救活二三七国家 把世界福音化神 这样忽略了我们 如同保罗一样 愿各位真的蒙受这个应用 主的名祝愿各位 绝对我们的后代 你们不要灰心 不要担忧 你们一定要带着确信 持着允许前行 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教会 圣徒 众志者 真的你们要称为 踏板 要向着二三七国家 世界福音化前行 我们要享受这样的应用 今天使得寻传 一章八节 在二三七时代 二三七门徒 就会这样兴起 话语的结论 有法利塞人教会 当然这个世界 有太多这样的教会 但是却有神心愿的初代教会 有神心愿的马可罗教会 就是我们的哈纳教会 法利塞人教会 是律法完全的教会 而且没有任何的瑕疵 彻底的完美的 而且水準也很高 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程度 但是呢 他们所去的地方 虽然被尊重 很多的 以色列人看到法利塞人 就非常的尊重他们 他们怎么那么这样的过人神 但是他们没有福音 初代教会 马可罗教会 我们看一看 大部分的人都很贫穷 大部分的人都是犯罪的人 按照律法来说的话 他们有太多的瑕疵 而且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学识 太多这样的人聚在了一起 我们的神却 通过马可罗教会 初代教会 哈纳教会 会成就世界福音化 成就了将来也会这样去成就 我们要成为这样的教会 创世纪37章讲了约瑟 39章又讲了约瑟 但是呢 如同紧急速报一样 讲了创世纪38章的内容 创世纪38章讲的就是 犹大于他马的内容 我们是他马 我是他马 各位你们有可能也是他马 有可能你们稍微优秀一点 可能水准稍微高一点 但是所有的人生都是他马一样的人生 重要的是什么呀 作为重要的 允许传达 允许接力棒的传达者 你们是这样被呼召了 如果不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你们也不知道恩典 信心也都是突然的 像着我们自己 我们不仅会定罪 像着别人我们也会去定罪 对呀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过定罪 也不讨厌任何人 今天来教会的时候 我后面的车也是按哪巴 但是我没有给他定罪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 我按照时速50的开了车 为什么他对我不停地按哪巴 反正我还是按照50的速度跑了 没有问题的 我从来不定任何人的罪 而且我们教会说的人我不定罪 虽然我心里面可能有一些想法 但是绝对不去定罪 为什么呀 因为我也是他嘛 各位都是他嘛 一样的人 重要的是什么呀 重要的是应许 是福音 是在恩典当中 这个恩典 也是神赐给的恩典 你才能够相信 从一到一百 如果不是恩典的话 你们无法理解 法利塞人教会彻底的关门了 败亡了 但是初代教会 马卡罗教会怎么样的 做了世界福音化 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缺陷 有些瑕疵 稍微看起来不足 你们可能看我的时候 有的觉得 我怎么长得这个德性是吧 虽然这样 但是我也是属神的人 虽然我们不足 虽然不足 但是我们却非常的刚强 对吧 为什么呀 怎么样了 对 我就是他嘛这样的 我可能比他嘛 更加严重 但是没有关系 为什么呀 因为应许更大 恩典更大 神赐给了我能够相信的这个信心 那就结束了呀 对吧 为什么呀 撒旦给的 这些为什么要陷入呢 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 我们是要做世界福音化 二三七福音化 所以我和各位 今天我们祷告唱赞美 今天我们十一传道会 后面贴的这些国旗 真的我想 如果有237个人贴上 237个国旗更好 正好这个后面 每个国家的国旗都贴上 那么在神看来的话 该多么的喜乐 这是多么大的重要的祝福和应允 对吧 我们今天一起持着话 祷告的时候 愿这些应允 成为我们能够去享受的 珍贵时间主的民主院各位 对